中时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这里是喜马奖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叫《日本武士史》 作者是日本知名历史学家 神户大学名誉教授高桥昌明 日本武士是神奇的存在 作为一个社会阶层 它早在19世纪中叶就消亡了 可作为传奇故事和文化符号 它却有着长久的生命力 时至今日 无论文学作品还是影视作品 或者动漫游戏当中 只要与日本相关 往往会出现日本武士的形象 可以说武士是日本人的标准照 塑造了我们对日本民族特性的认知 比如很多人觉得日本人服从命令 意志顽强 对公司忠心耿耿 做事一丝不苟 这在很大程度上 就来自于我们对日本武士的印象 当然 这种印象不全是正面的 近代以来 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巨大苦难 而那些军国分子 最喜欢把武士道精神挂在嘴边 来美化自己的侵略行径 这导致很长时间里 日本武士和日本侵略者的形象 高度重叠 给世人留下了阴暗残暴的记忆 那么 历史中的日本武士到底什么样 答案就在今天要讲的日本武士实力 本书最大的亮点 是去除了加在武士身上的种种不实之词 举个例子 武士通常被描绘成 无条件效忠天皇 宁愿切腹 也不向敌人投降 作者指出 在古代日本 武士背叛主军乃家常便饭 不会因此受到责难 要到明治维新后 日本政府才把效忠天皇 当成武士道精神的内核 大肆宣扬 好给民众洗脑 驱使他们上战场 这本书就还原了日本武士的本来面目 下面 我将分三部分来讲这本书 第一部分 日本武士的发展历程 第二部分 武士的专业特长和行为特征 第三部分 武士的消亡和被歪曲的武士道精神 好 现在讲第一部分 日本武士的发展历程 这又可以分为起源 壮大和统治三个阶段 先讲起源阶段 一般认为 日本武士起源于平安时代 公元794年 环武天皇将日本首都 从长刚迁到平安京 也就是今天的京都 延续约400年的平安时代 拉开帷幕 平安京的布局 以我国唐朝的长安和洛阳为蓝本 有皇宫 官府 居民区 称得上街道纵横 规模宏大 这对治安工作提出了很高要求 为此 环武天皇根据实际需求 设立了六个警卫机构 统称六卫府 由他们负责天皇居所 中央部门 权贵之家乃至整个平安京的安全 六卫府的军官就称为武士 他们可以说是日本武士的鼻祖 职责范围同中国古代的禁卫军将领 非常相似 那么武士从哪里来呢 朝廷通常会从下层贵族子弟中挑选 因为他们比较可靠 平安时代最著名的武士家族 元氏与平氏 就是这样发迹的 说起来 这两大家族都是天皇后代 从九世纪初开始 由于子女众多 国库无力供养 天皇把众多皇子皇孙 降格为臣子 并次姓元和平 为谋求生计 元氏和平氏都有不少子弟 进入六卫府做军官 十世纪中叶 日本关东地区接连发生动乱 元氏两家 凭借强大的武力值 在平乱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逐渐享有武士世家的声望 不过 直到那时 武士的社会地位仍然不算太高 这是由律令制决定的 什么叫律令制呢 简单讲 就是日本效仿当时唐朝的行政和法律体系 建立的一整套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制度 律令制中 每个人都有固定的 不可逾越的社会等级 以天皇为首的高级贵族高高在上 其次是为他们提供服务的人 称作士 服侍的士 武士就属于士这个等级 再往下是平民 垫底的则是统称贱民的奴隶和妓女 可以看到 武士所属的士 是介于高级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第一级贵族 他们的职责是凭一技之长 替高级贵族维护统治 这里的技能既可以是武艺 也可以是撰写文书 算账理财 制作器具等 总之 凡是给高级贵族办事的都叫士 武士只是其中的一类 和别人分工不同 但并没有高低之分 这说明武士还没有从士这个等级中分化出来 武士成长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同绿令制瓦解有关 这就要讲到武士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壮大 绿令制的经济基础是土地国有制 作为全国最大的地主 天皇掌握了无人匹敌的雄厚资源 这才能实施中央集权 可日本又是个耕地稀缺的小国 为鼓励开荒多收粮食 天皇准许啃荒者拥有新开啃田地的所有权 这就将土地国有制撕开一道口子 贵族、官员、寺庙 纷纷打着拓荒的旗号 扩大农田建立庄园 久而久之 天皇的权力基础遭到严重削弱 律令制 濒临崩溃 到平安时代中期 最有权势的庄园领主腾元氏 攫取了中央权力 天皇几乎被架空了 天皇自然不甘心沦为傀儡 可面对实力雄厚的腾元氏 正面硬刚肯定不行 于是把身段放软 挽起了所谓的怨政 这是平安时代中后期流行的一种政治操作手段 具体做法是 天皇让位给儿子自己去当上皇 上皇出家后称法皇 表面看 法皇出家后远离俗世不问朝政 其实 他是披上与世无争的外衣 通过操纵现任天皇来操纵朝政 与藤原氏这样的全臣对抗 法皇的住所叫怨 所以这种政治操作手法被称作怨政 平安时代末期的后白河天皇就热衷于怨政 正是在他的操弄下 武士越来越重要 后白河天皇是1155年即位的 上台一时就定下重用武士打击藤原氏的策略 他以高官后路为诱饵 把袁氏和平氏这两大武士家族拉拢过来 藤原氏见识不妙 试图搞兵变 却被袁平两家联手击败 战后 两家清云直上成为重臣 这标志着武士挣脱了氏这个等级 成为相对独立的力量 可这一来 天皇又觉得武士阶层膨胀的太快 会对皇权构成威胁 加上袁平两家得势后争权夺利 很快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让天皇非常头疼 1158年才做了三年天皇的后白河宣布退位 出家当法皇 他的真实意图是隐身幕后 通过怨政来平衡各方势力 稳住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 可剧本没有按照后白河法皇的设想往下走 袁氏和平氏的矛盾愈演愈烈 终于酿成冲突 双方在平安京大打出手 结果平氏胜出 袁氏则被扣上乱臣贼子的帽子逐出京城 此战过后 平氏首领平清盛爬上太政大臣的高位 太政大臣相当于宰相 职责是辅佐天皇总理国政 平清盛趁机安插亲信 让自己人占据了各个重要官位 他还把女儿嫁给现任天皇 以外妻身份干涉宫廷事务 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武士获得左右朝政的能力 平清盛由此被认为开创了武士当政的先河 然而平士一家独大并不符合皇室利益 加上平清盛性格骄横盛起凌人 经常跟厚白河法皇起冲突 于是法皇故技重施 玩起了怨政 他一面拉拢京城里的皇亲国妻 一面联络流放在外积蓄力量的袁氏 密谋理应外合打击平氏 1181年平清盛病死 没了主心谷的平氏迅速衰败 袁氏立刻起兵 与平氏进行了一系列战斗 史称原平合战 最终平氏被剿灭 袁氏成为最有权势的家族 对喜欢玩弄怨政的厚白河法皇来说 这简直是莫大的讽刺 他本指望袁氏和平氏势均力敌互相制约 可权力的天平总是从一个极端 倒向另一个极端 事已至此 法皇也无力回天 武士的发展历程迈入第三阶段 即统治阶段 一一九二年 后白河法皇驾崩 当年 袁氏首领袁赖潮 获封日本武将的最高头衔 征夷大将军 这标志着袁氏已完全掌握朝政 袁赖潮 吸取了平氏直接干政 同天皇尖锐对立的教训 转而采用比较间接的执政方式 即幕府制度 他将天皇留在京城 自己跑到今天东京西南边靠海的连仓 开设幕府 把这里打造成日本的行政中心 由于袁氏是武士世家 连仓幕府也被称为武家政权 从1292年创建到1868年废除 幕府制度延续572年 日本历经连仓 市厅 德川三个武家政权 市厅和德川之间 还夹着一个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 期间天皇一直处于架空状态 仅仅作为国家象征而存在 这对天皇来说其实是好事 因为各方势力对于最高权力的争夺 都围绕幕府进行 无论谁当争议大将军 天皇均能置身世外 可谓流水的幕府铁打的天皇 这确保了日本皇室的延续性 使其免于残酷的政治斗争 武士阶层则被推上前台 成为古代日本实际上的统治者 当然统治者内部也分等级 以联仓幕府为例 其权力结构呈金字塔形 盘踞塔尖的 一是幕府创建者袁氏 另一个则是袁氏的姻亲 北条氏 联仓幕府存续140余年 幕府首脑争一大将军 一直由袁氏继承 而幕府中最重要的官位职权 长期被北条氏垄断 因此元氏和北条氏 可以说是最高级别武士 高级武士之下 是所谓玉家人 玉用的玉 是幕府将军的尊称 玉家人 顾名思义就是将军的家丁 他们平日里负责 高级武士的安保工作 监视天皇的一举一动 玉有战士 则作为将领 率领低级武士出征 当然了 玉家人的命可比普通家丁强多了 如果立下大功 他们有可能获得封地 而且世代相传 联仓时期的著名玉家人 武田信义 凭战功当上贾飞国守护 日本战国时代的战神 武田信玄 就是他的后代 总之 玉家人负责统领低级武士 为幕府效劳 这使他们成了武士阶层的中坚力量 正因如此 玉家人的实力逐渐增强 又反过来对幕府构成了威胁 联仓后期 足利尊氏成为玉家人的领袖 他们对日益腐化的元氏和北条氏非常不满 公元1333年 足利尊氏率率玉家人造反 推翻联仓幕府 足利尊氏担任征仪大将军 把政治中心从联仓 迁到京都的市厅一带 史称市厅幕府 从这个角度讲 市厅幕府是由玉家人共同推举足利尊氏创建的 这决定了后者的权利是有限的 他必须顾及其他玉家人的利益 所以上台不久 足利尊氏大封天下 把力有功勋的玉家人 分封到各地当大明 相当于封建领主 这些大明握有辖区内土地的所有权 独揽行政、司法、民生等事务 他们也豢扬武士 作为自己的武装力量 对幕府 大明只需要表面服从 并定期朝贡就可以了 所以本质上 大明就是土皇帝 据统计 世厅时代 日本有约200个大明 也就是200个诸侯 可以想见 幕府对他们的控制是比较薄弱的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央权威的衰落越来越弱 大明逐渐演变成 拥兵自重 割据一方的军阀 到15世纪后期 士厅幕府名存实亡 日本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战国时代 其中著名的有贾飞的武田信玄 伟章的支田信长 三合的德川家康等 支田信长 于1573年推翻士厅幕府第15代将军 足利一昭 正式终结了足利式的统治 此后又经过20多年混战 德川家康制服所有对手 于1603年获奉争一大将军 在江户 也就是今天的东京设立幕府 士称德川幕府 有了镰仓和士厅的经验 德川幕府的统治要牢固得多 他首先重新分配土地 全日本被划分为260多个藩国 每个藩国设一位大明 随后将全国武士分成两大类 一类由幕府将军直接统侠 称齐本和御家人 其余分给各藩 叫藩氏 身份上 大明是将军的家臣 藩氏则是大明的家臣 幕府据此建立起一套 以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 武士等极制 大明对藩氏自然拥有绝对控制权 但仅限于本藩辖区内 根据幕府制定的五家诸法度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大明都不能调动藩氏跨境征战 一切军事行动必须听幕府调遣 没过两年 大明还要进京向将军汇报工作 并待上一段时间处理公务 德川幕府历史265年 是三个五家政权中寿命最长的 这表明武士阶层的统治到这个阶段 已经非常成熟了 至此 我们对日本武士发展历程的讲述 就告一段落 第二部分 我们将揭示武士的真实面貌 它具备哪些专业特长 又有着怎样的行为特征 先来讲专业特长 既然名为武士 掌握一门武艺自然是最基本的 具体哪一门武艺呢 在人们印象中 武士最擅长用刀 影视作品里的武士 也总是随身配一把刀 实际上 日本武士用刀是很晚近的事情 大多数时候 武士的基本功都是骑射 骑马和射箭 道理很简单 在冷兵器时代 骑射是杀伤力最强 效率最高的战斗方式 而且武士是下级贵族和军官 骑马才能匹配他们的身份 举着盾牌 拿着长矛和大刀冲锋陷阵 那是农民出身的普通士兵的活 那么 日本武士的骑射功夫如何呢 应该说是比较强悍的 以连仓时代为例 当时的工 由竹木制作 长度近两米半 射出的剑又长又重 这反过来说明 武士的力量是相当可疑的 十二世纪中叶 元朝两次东征日本 跟日本武士交手时 都吃尽苦头 第一次东征 援军已占据优势 不料指挥官被日军神射手 一剑射透胸甲 身负重伤 援军阵脚大乱 惨败而归 事后 据幸存者回忆 日本骑兵射术精湛 勇猛顽强 一般人很难对付 直到视听时代后期 骑射依然是武士最主要的战术 有历史学家统计过 在当时的战场上 73%的伤亡 是由弓箭造成的 刀伤比例很小 直到火绳枪传入 才改变了武士的作战理念和作战方式 火绳枪诞生于欧洲 是一种靠燃烧的火绳来点燃火药的早期步枪 射程和威力都超过弓箭 16世纪中叶 火绳枪传入日本 恰逢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 战国三节之一的枝田信长 立刻意识到火绳枪的意义 组建了火枪队 在1575年的长小之战中 枝田信长面对武田圣赖的精锐骑兵 用火枪队予以重创 震惊全日本 各地大明为了在竞争中胜出 纷纷构制火绳枪 装备军队 1592年 枝田信长的继任者 风尘秀吉入清朝鲜时 日军已经大量配备火绳枪 并且操练金属 让入朝作战的明朝军队 吃了不少苦头 风尘秀吉死后 德川家康趁势崛起 打败其他大明统一日本 征战过程中 德川家的火枪队 同样大发甚微 不过即便火绳枪越来越重要 作为武士的传统异能 骑射仍然不可替代 德川家康手下的猛将 如松平康中 高木清秀 都以武艺高强著称 那么大名鼎鼎的武士刀呢 他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本书作者告诉我们 武士上战场时的确要配刀 当他们用弓箭或火枪 杀死敌人后 就拔刀取下手机 请弓领赏 至于举着刀打白刃战 如此简单粗暴的战法 正经武士是不屑的 只有那些铤而走险的浪人 因为买不起弓箭和火枪 才以刀为主要兵器 比如明朝中期 频繁侵扰我国沿海的日本倭寇 而对武士来说 由于刀的用处有限 就把它锻造得越来越精美 成了装饰品 所以在古代日本 武士刀的装饰价值 要远远超过实用价值 从武士的专业技能出发 可以总结出 它们的三大行为特征 首先自然是好勇斗狠 喜欢用武力解决问题 平安时代的两大武士集团 元氏和平氏就以凶狠著称 像平氏首领平清盛 性格蛮横 手段强硬 打击对手毫不手软 公元1180年 平清盛为进一步把控朝政 逼高仓天皇退位 拥立自己的孙子安得天皇继位 同时将厚白和法皇软禁起来 防止他在操纵朝政 平氏大权独揽 激起元氏不满 拥戴一名皇子起兵反抗 结果元氏战败 平清盛下令将元氏首领 元赖正和那名皇子 全都杀死 以警校友 平清盛死后 平氏衰落 但平氏子弟依然留有武士的血性 1185年 平氏在谭之谱之战中 被元氏彻底击败 眼见末日临近 平氏子弟如平之圣 平经圣 平教圣等 纷纷跳海自杀 成熟于13世纪的长篇小说 平家物语 用浓墨重彩的笔触 描绘了谭之谱之战 平氏子弟慷慨赴死的景象 就此成为日本古典文学中的名场面 除了在战场上搏杀 生活中遇到矛盾 武士也会诉诸武力 甚至到了一言不合拔刀相见的地步 活跃于17世纪上半叶的龚本武藏 就是一位决斗狂 他生于武士世家 自幼苦练剑术 从13岁到29岁 龚本武藏游历日本各地 挑战著名武士 十多年间 挑起决斗60余次 全部获胜 最夸张的一次 龚本武藏单挑76人 竟然将对方悉数杀死 堪称决斗界的天花板 如果你以为武士打仗的时候 都规规矩矩 那就错了 日本武士的第二大行为特征 恰恰是为了获胜不择手段 俗话说兵不厌诈 在战场上取胜就是硬道理 战国时代的一名武将 就主张搞阴谋诡计 宣称哪怕被人骂成畜生都无所谓 胜利才是根本 德川时代的山本朝常 撰写过阐释武士道精神的小册子 叶尹 他的爷爷公开鼓励武士撒谎 他的父亲也说 善于用谎言欺骗对手 才算真正的武士 直到承平已久的18世纪 日本的儒家学者还宣扬说 在战场上诚实守信 是不可能获胜的 只要能夺取功劳 即便欺骗自己人也无所谓 这就是日本的武士道 既然连自己人都能骗 那么名利当前背叛主军也就不稀奇了 这是日本武士的第三个行为特征 中国古代有句俗语 叫学成文武义 获语帝王家 习文练武都是为了替君王效力 博取功名 日本武士也不例外 我们知道 从平安时代中期到德川幕府建立 六百多年间 日本很少有安定的时候 朝廷内乱 诸侯造反 流寇四起都是家常便饭 对武士来说 想在乱世中出人头地 既要靠武艺 更要审时夺势跟对人 因此 背离主军另投高明 是很常见的 举个例子 平安时代的著名武士 田山崇中 原本效忠平氏 后来元氏振兴 马上投靠 助其剿灭平氏 创建连仓幕府 对于田山崇中 见风使舵的行为 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 没有任何指责 有意思的是 田山崇中晚年 被诬陷策划阴谋 幕府要他发毒事 以示清白 他竟然说 像我这样的武士 被造谣说意图谋反 真是莫大的荣誉啊 这种以谋反为荣的态度 在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 更为普遍 当时的日本 下级不服从上级 蔚然成风 以至于日本人 发明了一个专用词汇 概括这一现象 叫下克上 1573年 伪张国大名 知田信长 把幕府将军赶下台 就是典型的下克上 知田信长 自己也没躲过劫难 1582年 他在本能寺之变中 被布下明智光秀烧死 一代战神 就此陨落 当然 大多数武士 不至于像明智光秀那样极端 非要杀掉主军取而代之 不过 改换门庭 还是稀松平常的 例如名将 腾堂高虎 一生跟过八位主军 投靠德川 家康后 才安定下来 家康也不以为意 创建幕府后 封他为大名 上面 我归纳了 日本武士的 三大行为特征 你可能会感到疑惑 除了第一条 好勇斗狠 后面两条 跟一般人的认知 大相径庭 难道他们发生了 某种基因突变 变成了另一种生物 还是说 有人刻意扭曲了 日本武士的真实形象 然后灌输给人们 第三部分 武士的衰亡 和被歪曲的武士道精神 我就来揭示答案 先来讲武士的衰亡 这要从德川幕府 对武士的改造说起 前面讲过 德川幕府建立后 加强了对武士的管控 首先 武士从属于各自大名 是大名的家臣 不得随意流动 改换门庭 更是被严厉禁止 其次 武士的生活来源 全靠大名发放的俸禄 饭碗捏在大名手里 武士只能乖乖听话 为杜绝下课上的风气 幕府还向武士灌输 无条件效忠大名 也就是主君的观念 相应的 作为幕府将军的家臣 大名也应当对将军忠心不二 忠贞成了武士的基本素养 可以看到 通过社会身份 生活来源 思想观念三管齐下 性格强悍的武士 被彻底驯服 而客观环境 也在不断弱化他们的武力值 德川时代社会安定 很少有战争 武士没了用武之地 一些人于是搞起副业 有的当教师 医生 也有的开店做手工 这种现象越到后面越普遍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从幕府到藩国都发生了财政困难 经常拖欠俸禄 武士们只能靠副业为生 你像服饰会大师 葛氏北斋 出生于武士家庭 可其实呢 他父亲靠给人磨镜子为生 他自己画了一辈子画 就没练过武 久而久之 武士基本功荒废 很多人连马都不会骑 跟战国武士比完全是两种生物 话说回来 即便他们能争贯战也无济于事 因为时代变了 1853年 美国海军用炮舰抵达东京湾 逼迫日本打开国门 法国 俄国 荷兰接踵而至 德川幕府被迫签订了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幕府因此遭到国内的强烈谴责 一批励志改变现状的维新派 掀起了所谓的倒幕运动 1867年末 内外交困的德川幕府 把政权交还给天皇 第二年 在维新派的支持下 明治天皇宣布废除幕府制度 同时启动以复国强兵为目的的社会改革 明治维新的大幕徐徐展开 而作为旧时代的产物 武士的命运也开始剧烈转折 具体来说 有两种情况 一小部分人青云直上 成为统治者 他们主要来自各藩的中下级武士 由于在倒幕运动中表现突出 成为领军人物 代表者有常州藩的 慕护孝允 伊藤博文 萨摩藩的西乡龙生 大九宝利通等 明治政府成立后 这些人积深中央决策层 担当要职 掌握了政府权力 可这毕竟是极少数 对普通武士来讲 前途充满着未知数 1871年7月 明治政府撤销藩国 统一改为府县 长官有中央委派 这叫废藩制县 目的是削弱地方势力 强化中央集权 藩国撤销后 大明被国家养了起来 大明的武士则要自谋出路 于是武士们把副业变成主业 身份也随之转变为商人 教师 小公务员等 还有不少人加入新式军队 算是干回老本行 1873年 明治政府颁布征兵令 确立全民皆兵的原则 这打破了德川时代 只有武士才能当兵的传统 1876年 政府又颁布废刀令 规定除军人 警察和高级贵族外 一律不得配刀 哪怕你以前是武士 也不行 这两条法令 彻底废除了武士的特权 作为一个社会阶层 武士从此不复存在 然而所谓的武士道精神 却没有随武士消亡 相反 他被大肆渲染 进而沦为军国主义的洗脑工具 本书作者指出 武士道出现于德川时代 左赫藩的山本朝常 在《夜隐》一书中 用这个词来概括 他为武士树立的 一套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例如 忠于主君不惧生死等 不过长期以来 《夜隐》只在小范围流传 并不具有全国影响力 直到明治维新时 才被翻出来大力推广 一本快被人遗忘的书 为什么又起死回生了 原来书中宣扬的 中军爱国思想 得到了明治政府的青睐 当然 《夜隐》里的君指主君 也就是大明 明治政府则把君解释成天皇 向军人灌输效忠天皇的教条 好驱使他们上战场 1882年 明治天皇颁布军人赤语 宣称日本军队是皇军 军人的本分在于为天皇尽忠 1890年颁布教育赤语 鼓吹国民皆为天皇子民 应当绝对服从 经过这番改造 武士道精神被解释成 日本人必须无条件效忠天皇 为天皇而死是非常高尚 值得赞美的行为 武士道彻底沦为 军国主义的洗脑工具 随着日本加快侵略战争的步伐 官方宣扬武士道精神的调门 也越拉越高 其中 1905年的日俄战争 被作者认为是标志性事件 在这场战争中 面对沙俄军队的要塞 日本陆军硬着头皮强攻 尤其是乃木西典指挥的第三军 为占领203高地 逼迫士兵发起自杀式冲锋 最终 日军伤亡十万 乃木西典的两个儿子都战死了 可就是这么个无视士兵生命的屠夫 被日本官方捧为战神 直使媒体大肆炒作 乃木西典还当上 御人皇太子的老师 向未来的天皇灌输军国主义思想 1912年 明治天皇驾崩 乃木西典切腹自杀 这一来 日本官方更要把它树立为榜样 要求国民都学习这种 为天皇殉杰的武士道精神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煽动下 日本侵略中国 发动太平洋战争 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战场上的日军士兵 高喊着天皇万岁冲锋陷阵 烧杀抢掠 宁愿战死也不投降 所以二战中无论中国军队还是美国军队 抓到的日军俘虏都不多 战争后期 一批日本年轻人在武士道精神的驱使下 组成神风特攻队向美军发动自杀式攻击 从这个角度讲 军国主义者对日本人的洗脑相当成功 讽刺的是 这种洗脑其实是针对国民的 日本的军政高层自己并不当真 举个例子 二战结束后 除了几个强硬分子 大多数高官并没有为天皇尽忠 清华战争罪魁 日本前首相东条英姬 信誓旦旦的要像武士那样去死 却没有勇气切腹自杀 而是拿枪对着心脏开了一枪 结果还打歪了 被盟军抢救回来 送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接受审判 1948年12月23日 包括东条英姬在内的 六名日本甲籍战犯 被处以急刑 算是给所谓的武士道精神 画上了据点 战后 日本对武士道的阐释和理解 脱离了军国主义的话语体系 作者认为 只要不修改和平宪法 警惕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武士道本身并不极端 好 日本武士时就讲完了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见